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讲汽车价格战的问题 汽车的价格战如火如荼 汽车的价格战 这次我们可以注意到汽车价格战 我们应该这么讲 是内卷的汽车价格战 也就是说汽车的虽然说都在降价 尤其以新能源汽车打响了降价的第一枪 然后带动的什么呢 你这个原来的燃油车也要降价 这个车辆都在降价的状态下 那么我们又可以注意一个数据 就是说在这个一季度什么的 这个汽车的销量不涨 也就是说这个降价是内卷的干什么的 其实好多我们原来给中国人的宣传 都是以一个开放的体系来算 它没有算这个封闭的体系 开放的体系讲的是什么 博利多销 我降价了 博利了我就多销了 而现在你降价了 你没有多销 就是这么个差别 这个差别就是说你是个开放的状态 还是个封闭的状态 这个差别很大 因为你这个开放的状态 你博利了 你销的很多 但是现在市场就在封闭在这 大家都在降价 内卷化的博弈 这样的内卷化的博弈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么就这么讲 那就是行业洗牌啊 很多小的公司要倒掉 我们像你像这个从降价来讲 实际上特斯拉带头降价 除了它的销售吃紧以外 它也需要洗牌 你看现在你要国产的电动车的牌子也不少了 各种的小牌子雨后春笋 你包括呢 你恒大还在造车 恒大那车好像也没多少量 然后这么样子的那个降价洗牌趋势啊 实际上我们要说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就叫什么呢 大厂优势 为什么叫大厂优势 就是很多人跟我说起这个车啊 怎么选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事儿 大厂优势 尽量呢 买大厂 尤其现在这个激烈的竞争的状态下 厂商洗牌的状态下 你大厂就会有很高的溢价 你像那个特斯拉 为什么在全球 他后来他有这些溢价 他跟他的大厂优势是有关的 在国内呢 可能现在比亚迪 他的大厂优势就非常明显 其他的这个厂商呢 能出来几个 现在不知道 然后还有呢 他是等于传统的 油车的品牌 他也转做电动车 还有他的一定的 原来的这些大厂 为什么讲大厂优势呢 因为大厂第一 我只要规模够了 在降成本方面 我有巨大的领先优势 你可以注意到 中国的好多那个小的电动车厂 其实看现在呢 卖的这么多 但是他亏损的一塌糊涂 他的亏损是靠啥 是靠烧钱来补的 就是我股东 我可以人寿你从小涨到大 这个阶段有巨额的亏损 我股东来给你买单 还有烧钱来解决的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 现在呢 世界的经济不太好 各种危机 对吧 在各种危机下 这个股东烧钱的来源就没了 所以这个大厂优势 它就非常大了 你这个股东的话 这个钱你哪烧去啊 对吧 股东不给你这么多钱 烧的时候你会怎么着呢 看似现在啊 可能这个价格差不多 差不多的背后是什么 是小厂巨额的亏损 股东巨额的烧钱 而且呢 在当时电动车 资本市场泡沫 资本市场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什么个情况 那就还有一个话 叫做PPT造车 对吧 你造电车的那个股价呢 远远的高于传统的那个车企 这个有些股价的高呢 高的不正常 然后它通过这种高的股价 通过这个泡沫 我为什么讲 那个数字泡沫 我写的这本书啊 就讲我通过泡沫 我圈到实体的资产 我就圈到各种的投资 然后呢 我再真正的把我发展起来 像这个泡沫啊 好多时候不是戳破的 是填石的 但是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有的时候它填石 它填石不了 是这样的状态啊 就是小厂 你一旦那个填石不了这个泡沫 这泡沫破了的话 那就很惨 就包括呢 消费者 就像你买了 它的车 它呢 不够规模 售后服务不到位 然后呢 它破产了 它破产了以后 你的配件可就搞不着了 这个差别很大啊 你这个车呢 很多人买车 起码准备用十年嘛 正常的一个车 用二十年也很正常 对吧 有可能不是你用 但是你还卖给别人用呢 所以它那个二手车价格 和你卖给别人用怎么算 对吧 你要如果这个厂都破产了 没有了 你二手车价格 也就卖不出价了 对吧 你那车又不是收藏品 对对对吧 所以这样的状态下呀 除非有些特别的车 可以当收藏品的啊 有些特别版的 什么跑车干什么的 那旧车比新车都贵的 也有 但是一般做不到啊 就是说你这个 尤其这个能特别贵的 也是名牌大厂啊 也是特别有的牌子的 你那个一般小厂的 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小厂的车啊 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激压 就是它有 非经济因素的激压 就是说我这个 就算你那么售价都一样 你对于消费者买车来讲 如果懂的话 我就买大厂 大厂呢 起码我觉得 他不说他不会破产 他破产的可能性很小 都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对吧 你们招的你大厂呢 你兼并别人很厉害 你当然小厂 有的时候就说了 能保障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你小厂是被大厂兼并的 你兼并他这一方呢 也承诺继续给他后续服务 但是就算如此啊 这个亲儿子和养子 肯定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我兼并来的呢 我就把你的资源吸干了 我未必把你那个发展起来 对吧 那个说除非呢 你这个养子特牛 亲儿子不争气 我才会说有些地方呢 支持养子 否则呢 那个亲儿子总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你被兼并了的这个厂呢 受到的待遇都是不行的 为什么说这个洗牌的时候 消费者怎么干呢 而且这种内卷的话呢 一定是洗牌 你价格又降 销量又降 那你这小厂怎么活啊 对吧 把这样的状态呢 看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洗牌开始了 只是说我们更多的呢 站在中国立场上 希望什么 这次洗牌啊 能把一些外资的洗出去 知道吧 你像外资的和资厂的干什么的 那么呢 我们的民族品牌都支持支持 对吧 你像包括呢 你像你像特斯拉在中国呢 现在不是也有好多安全事件出来了吗 那个虽然说起码一点 特斯拉的这个数据安全啊 特斯拉对中国和TikTok对美国 那是差远了 对吧 现在特斯拉只承诺呢 我把这数据存在中国 这是数据哪能利用 美国能不能看 那都没有啊 那你像不像TikTok 可能中国还看不了什么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特斯拉 在很多重要部门 你那车开不进去啊 那挺丢脸的 对吧 那只要有了这样的差别嘛 那肯定是国产的品牌呢 就能那个占据了 只是说啊 那个比亚迪呢 他可能他需要呢 更多的高端的品牌 他在这个产业链 那个市场生态位上呢 低端站的拉得很满 高端呢 还有些欠缺 我们也看他好像也在做他一些高端的品牌 但是这个高端的品牌啊 一些时候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市场的认同 还要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就希望这种价格站呢 你把低端如果都砍了的话呀 你纯高端的实际上是好多是立不住的 因为你这个成本不好摊销 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在那个 虽然说我们的国产品牌呢 现在集中在低端 你可以看他低端逐步往高端的发展 然后呢逐步的再挤出合资品牌的位置 因为合资品牌啊 他要交什么品牌费 要交什么技术费 要交这个交那个 其实他这个成本啊 原来他觉得呢 他有技术的优势的时候 他这个成本不叫成本 现在呢可能都叫成本了 在那一降价的状态下啊 好多成本就要算上来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希望呢 更多的是国产品牌起来 把这个合资品牌呢挤出去 包括油车 你在电车降价呢 其实油车和电车的比值也在降 中国呢你别看汽车市场规模这么大 牌子还是太多的 厂商太多的 那个你像其他国家的话 可没这么多厂商 对吧 他那个厂商减少 他实际上呢规模扩大 也是有利于竞争的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就看这个行业的洗牌 调整发展下一步怎么走 而且这个市场啊 这个内卷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这个一个是全球的低迷 还有呢国内虽然说现在经济好呢 但是因为疫情啊 私密需求 国内的汽车市场呢 有需求的提前释放 对吧 再加上呢越来越多的城市限购 那限购实际上就限住了什么 那个很多高收入城市的购买力 对吧 他购买力就被彻底限住了 他现在新增的就那么多 所以他这个内卷化的趋势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而且这内卷化的持续的持续 那么一定会有洗牌的发生 包括呢 你像现在连东风老牌的汽车厂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对吧 以后可能受到压力的汽车厂呢 还要有一些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反正这洗牌的过程啊 那个汽车的股票嘛 有好的有雷 反正这个事啊 那个风险比较大 机会呢也有 是这样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